天气越来越冷了 我们梁广这边都喜欢打火锅 羊肉火锅自然是首选 吃羊肉不但能够温补欲寒 而且还非常的美味 下面飞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道羊肉火锅的制作方法 羊肉最好吃的部位就是羊腩了 就是五花肉这一块 首先把羊肉改刀成大块 羊肉冷水下锅焯水 做这道菜还需要一些药膳食材 关公六克 白纸五克 当归八克 百合十克 党分十克 干草十克 银耳二十克 红草三十克 枸杞十克 姜切片 一节甘蔗去皮 改刀切成条 三百克的马蹄 改刀切成两半 这几样食材是去山三件套 改好刀放入碗中备用 羊肉煮开以后再煮两分钟煮出血末 倒出用自来水冲洗干净 下一步就是煎炒 起锅烧油 油温七成下入羊肉 中小火慢慢的煎制 放入姜片一起煎制能使羊肉更香 这一步也是聚三增香的关键 煎制羊肉微微发黄 直到羊肉的香味把隔壁的小姐姐吸引过来 再放入一大碗的酒 大火把酒烧开 酒经过高温烹煮以后 最终只剩下甜味 加入三千克清水 干净马蹄搞里头 药膳也搞里头 开大火 再次把它烧开 打掉上面的浮沫 这些浮沫都是油 想要吃的快一点的话 就是转入高压锅里 盖上盖子 锅上去压十分钟 等待期间 我们来做一下火锅的蘸酱 蒜米拍打剁碎 小葱切成葱花 放入碗中 加入一块糊乳 少许生抽 一勺的辣椒油 不喜欢吃辣可以不放 最好是再放点破盒 可惜我今天没有买 十分钟以后 关火拔掉顶盖 等气全部散去 再把它倒入砂锅里 剪掉里面的甘蔗 放上枸杞 加盐 开火再煮五分钟即可 清补羊肉火锅 就制作完成了 汤鲜味美 止补欲寒 羊肉是否做好的标准 就是羊皮牛痰 羊肉滑嫩 如果您喜欢我的作品 请帮忙点赞收藏转发 谢谢